如何有效控制胆固醇过高 请问如何才能有效控制胆固醇 胆固醇过高 不能吃肉类 油脂类食物 只能吃青菜水果 但是这些不是更寒吗 这个也是问的 在西医他们其实都是谈成分 胆固醇 然后就说这个油脂不能吃 肉类不能吃 然后吃青菜水果 那问题来了 胆固醇是什么造成 我认为也是一个新陈代谢的问题 那新陈代谢会造成这些 异常指数一样的问题 里面一定有体伤跟热能不足的问题 你只要把体伤解决了 还有热能不足改善 那这个胆固醇就可以 异常指数就可以恢复 那这样说来 西医说的 就像你刚刚提问的一样 那既然不能吃肉类油脂 那水果又寒 青菜也寒 能吃吗 当然不能吃啊 如果你说胆固醇是体伤跟热能不足 那热能不足你吃青菜水果 不是更寒了吗 当然是不能吃 如果青菜你经过煮过 然后加辣椒胡椒花椒之类 把它然后煮烂煮熟 它就变温性的 那这样吃就没有问题 同样肉如果你要这样吃也没有问题 就变温热性 在我看法就是不能吃寒凉 以原始点的角度 而不是在这个肉类油脂类的之类 但是我这里要特别提出来 油所有的油 包括什么沙拉油 麻油 苦茶油 橄榄油 反正所有的油记得一点 全部含凉 那当然是不能吃 所以我认为油最好也不要吃 那如果是重病患者的话 我肉类我也认为应该少吃 因为怎样 不容易消化 反而菜类比较容易消化 所以你光要把那个肉都消化掉 就要费一番劲 尤其重病患者很多代谢功能 都已经变差了 那如果是正常人 我认为吃一点肉 是没有问题的 但如果你担心胆固醇过高 可能你要配合运动 然后还要怎么样 在煮的方面 一定要加一些比较辣的 姜辣椒啊 甚至有些人 就是加了十全大骨之类的 把它变温热性 这样吃就不会有问题 我回答到这里 我回答到这里